路透社最新报道 欧盟五个成员国即将提议 停止从俄罗斯进口钻石 作为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制裁作为 而俄罗斯二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盟已经有六轮制裁了 假使欧盟要对俄罗斯实施钻石的进口禁令 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会实施 目前俄罗斯的阿罗沙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原石生产商 占俄国的钻石产量95% 全球的钻石开采量的27% 现在波兰 爱尔兰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托 维亚提议从俄罗斯进口的钻石 来实施报复性的禁令 比利时过去也曾经反对过 担心会损失巨大利益 而目前欧盟的官员指出 比利时现在有望可以撤回心前的 后绝立场了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您订阅